首波大陸冷氣團來襲 荷環山清晨 負8度低溫 武嶺菜市場盛況再度出現 停車場滿滿滿 但天氣晴朗 應該沒有下雪希望 武嶺安門 好熱 假日游客暴增 武嶺停民眾羽絨衣 防寒帽 手套上身 排隊等拍照 也有人身體操用不怕冷 穿個短袖 開心晒日光浴 太陽很大 我就晒得很舒服 我下雪的地方我還是這樣 下雪是還好 我上次覺得說好天氣又不錯 鏡頭轉到平地 三萬洛宇松莊園也開始變色 一早就有民眾包緊介營 專程從台北南下欣賞 那秋天他慢慢的轉紅 然後他落夜落晚以後 他有枯枝也有他枯枝的美 看到網路上有一些網美的照片 然後就想說過來看一下 不一樣的體驗 看到網路推薦 幾個朋友揪一揪 說走就走 美照拍不完 但天氣真的很冷 首波大陸冷氣團來襲 氣象局發布橙色燈號 清晨最低溫在基隆只有7.7度 像是在中部以北 跟東北部地區的低溫 大概只有12 13度左右 那其他地方的話 像是在花東地區跟南部地區的話 只是在15 16度之間 那外島的部分的話 像是在金門馬祖則是在14度 然後在澎湖地區 則是在18度的一個低溫 白天氣溫 北部8到21度 中部10到24度 南部東部最低溫也只有10到11度 預估越晚會越冷 到明天清晨可能出現10度以下低溫 民眾要做好心理準備 解中部綜合報導